咱们今天来说说广西静西县入室强奸抢劫案 2008年6月2号凌晨的时候 广西静西县胡润镇 发生了这起入室强奸抢劫案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赶到了现场 民警看到眼前这一幕 是无比的震惊 这起案子发生在一栋三层小楼的三楼 有一个小女孩小芳是云南的 她一直租住在这间房间里 一进到这房间里边 到处都是特别浓的那血腥味 地面上成片成片的血迹 当时警方就推断 从血量上来看 几乎占了一个成年人自身血液的百分之五十 这可怜的姑娘 不仅被人暴力强奸 还用凶器连砍多刀 这小芳啊 是在凶手逃窜之后 强撑着一口气啊 爬着敲开了隔壁邻居的房门 这才被人紧急送往医院随后进行了报警 警方呢 立刻赶到医院 强奸案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被害人跟凶手之间是有过这种亲密接触的 如果说被害人能够提供可靠的线索的话 那么这凶手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够捉捕归案 不过呀 看到小芳之后 民警们这心算是凉了半截啊 凶手下手太狠了 小芳失血过多 差点就丧命 有一刀啊 直接砍在了小芳的脖子上 喉咙硬生生的砍断了 所以小芳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没有办法跟警方沟通 另外呢 小芳体内也没检测出嫌疑人的经班 如果有这嫌疑人的经验进行DNA比对 也许也能够找着凶手 但是没检测出来 这就说明凶手可能是带着安全套作案的 所以这一下子这案子可就复杂了呀 受害者这边暂时没办法了 得继续抢救 警方只能重新回到案发现场 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这间屋子呢 不大 就十多平米 警方做了详细的勘察 但是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大门门锁是完好的 那您各位说了 是不是熟人作案呢 之前这种情况不少啊 但是熟人作案的话 他得从那楼梯那爬上来吧 又没有发现可疑足迹 这个屋子里边呢 只有一扇窗户 警方啊 对这窗户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查找 在鲁米诺事迹的帮助之下 终于找到了一枚邪掌文 这窗户的位置出现邪掌文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说明凶手是从这进来 也有可能是从这出去的呢 警方啊 立刻就开始复原这邪掌印上边的指纹 但是最终没能成功的恢复指纹 另外一边呢 到了室外观察窗户外边的环境 这个房子呀 建筑是比较特殊的 一般的房子要想爬三楼都不容易 这个房子要想爬到三楼更难 为什么呢 这房子的后墙跟地面之间呢 有两米宽的一条排水沟 虽然说这房子有水管 能够借着力往上爬 但是这事可不容易 稍后呢 我也会把这图片呢 放到节目下面 您可以看看啊 这案发的房子的一个情况 几名民警呢 首先尝试着自己爬一下 看能不能爬上去啊 经过反复试验 最终民警认定 如果嫌疑人的身高 在一米七五左右 年龄二十岁左右 年轻力壮的 体重五十五公斤之内 就是身体比较瘦的情况之下 是可以实现这个操作的 不过这也仅仅是猜测呀 案发当天晚上的 当地下了大雨了 墙面上也好 水管上也好 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攀爬痕迹 一场大雨 几乎把屋子外边 一切痕迹物证 全都给冲掉了 这也算是 冥冥之中啊 帮助了这嫌疑人 毁灭掉了关键证据 但是公安局的同志们 不能放弃啊 医院里边的小方 还生命垂危呢 性质这么恶劣的案件 必须要破 勘探民警啊 在案发现场周围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终于在窗户外边 一片山坡上的草地那儿 发现了可疑痕迹 因为当地的民警呢 很多都是农村出身 从小啊 帮着家里边放牛放羊的 整天的就是在这草地上 长起来的 所以对草地上的一丝 蛛丝马迹啊 这种各种痕迹 非常具有敏感性 这回这项特殊技能派上用场了 有人就发现了草坪上有一条被人踩踏 所形成的痕迹 那片小草说实话 咱们看啊 还真不一定看得出来 但是当地的民警一看 这明显是被人踩过的 而且这小草倒幅的方向都是朝着后山去的 这个地方平时不应该有人出入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条痕迹呢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作案之后 离开现场的时候留下的呢 那朝着后山去的 是不是嫌疑人就住在后山呢 这时候民警根据这些已知的线索 就刻画出了嫌疑人的几个特征 第一年龄二十岁左右年轻力壮 第二身高在一米七五以上 第三体重五十五公斤以下 各位想啊 一米七五以上的大个子 这分量还不到一百一十斤呢 很瘦啊 把这三条线索这么一综合 这警方啊 就拿着这几条嫌疑人特征 去这后山坡上进行摸牌走访 所有人家都得走访到 还别说 果然有两个吻合的嫌疑人出现了 一个姓农 农民的那个农 二十二岁 身高一米七五 体重五十二公斤 一个姓黄 二十一岁 身高一米七六 体重五十三公斤 不过在第一轮排查之中 这两个人呢 都有案发当晚的 不在场时间证明 这农某的妻子就说呀 他的丈夫当天晚上出去买了点啤酒 在家喝酒了 一宿都没出去 而黄某说呢 自己当天晚上上夜班 凌晨十二点到凌晨三点都在厂里呢 工友们可以佐证 各项数据都能够吻合上的只有这俩人 但这俩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难道说警方之前的嫌疑人刻画 错了吗 警方啊 当然不会只相信他们的一面之词 针对他们两个都进行了暗访 这时候有消息传回来了 说那黄某啊 有个特殊的癖好 这不叫癖好啊 这叫耍流氓 是什么呀 喜欢偷看女人洗澡 偷窥 这样的人是不是犯下强奸案的可能性会更大呢 这时候啊 警方的重点就放到了黄某身上 并且对他提供的不在场时间证据进行核实调查 这一查 时间上啊 还真有问题 黄某当天晚上确实该上夜班 时间是零点到凌晨三点 但是有工友说了 当天晚上一点到两点可没看见他 不知道他去哪了 而这个时间段和案发时间段很接近 那么这黄某会不会利用这一个小时去做他案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有工友啊 跟民警反映情况了 说在凌晨一点到两点的时候可没见着黄某 那么黄某会不会就是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做他案呢 民警得到这消息之后很兴奋啊 再有了铁的证据之后就可以收网抓人了 不过呀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找上门来了 跟警方说呀 黄某消失的那一个小时 是去了朋友家里边偷懒睡觉去了 因为害怕说出来 让这工厂里边进行处罚 这黄某呢 才隐瞒着没说 既然有人证了 那黄某这一下是真没有作案时间了 暂时啊 就把他的嫌疑排除掉了 不过没有完全排除 接下来就得查这农某 可这农某的妻子证明 当天晚上在家喝酒没出去 照理说 你比如说丈夫在外边打了人了 哪怕是伤了人了 妻子可能啊 都会帮着隐瞒 但强奸这种事 当媳妇的能忍得了 这么着 警方啊 就陷入到了迷茫之中 这案子一转眼 就过去一个月了 到了2008年7月5号 小方也就受害的那女孩子 侯部修复手术做成了 终于啊 可以轻声轻语的开口说话了 小方说起来也是命大呀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精神状态稍微好点之后 小方呢 就跟警方说了当天晚上的情形 这凶手啊 的确是从窗户那爬进来的 在屋子里边对小方实施了强奸 抢走了小方身上的750块钱现金和手机 马上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又掏出把菜刀来 朝着小方的脑袋脖子 还有后背猛砍数刀 据小方回忆 这个男的身高应该在1米75以上 长得很瘦 穿着一条牛仔裤 长什么模样不知道 因为脸上啊 戴了一个口罩 所以没看到长相 最关键的就是长相啊 身高1米75 身材比较瘦 这事儿警方之前已经推断出来了呀 哎 这时候啊 警方突然意识到 意识到什么呀 别看这农某跟黄某 身材差不多 身高也差不多 但是发型不一样 这农某呢 算是那种中长的头发吧 而黄某呢 是个平头 那问问小方啊 当时那人什么发型啊 小方说呀 当时太害怕了 也没特别注意发型 不过最终呢 小方还是给了一个答案 说那应该是个平头 平头 那就是黄某了呀 黄某又喜欢偷看女人洗澡 本分 警方就更偏向于怀疑她 确定目标之后 警方立刻到他家里搜查证据 果然 家里边有个洗衣盆 洗衣盆里泡着牛仔裤和口罩 当时08年 他不是疫情期间呢 一般人家里 他不会背着口罩的呀 那么这口罩 为什么会在黄某家里边 他这口罩是干嘛用的呀 痕迹见证人员呢 连夜对这牛仔裤和口罩进行检测 如果黄某是嫌疑人 现场的血迹到处都是 那么这口罩跟牛仔裤一定会沾上 哪怕你洗的再干净 在这上面肯定也能提取出来血迹 如果提取出来 DNA比对 比重了 那这黄某 他就是嫌疑人了呀 可是 找来找去 各种技术手段都用上了 这口罩啊 这牛仔裤啊 都没有发现血迹 在专业试剂的测试之下 还没发现 这就证明 他是真的没有带血呀 如果说 这黄某当时真是戴着这口罩 穿着这牛仔裤去的 没有沾上血 是不可能的 那有没有可能 人家家里边口罩多 对吧 人换了一新口罩 毕竟当时戴口罩的人不多呀 警方呢 就开始查他这口罩 为什么没事戴口罩啊 结果查出来了 这黄某啊 曾经在当地的一个蒙铁矿 打零工 粉尘多 所以呢 必须得戴口罩 这么说 这黄某应该还真没到过现场 现在最有嫌疑的黄某 基本上被排除嫌疑了 那只能怀疑农某了呀 农某这个人呢 性格是那种特别内向的 不怎么说话 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警方就发现 他心理素质特别好 马特别擅长沉默 当时为什么排除他嫌疑 就是农某的妻子作证 这农某当天买了瓶啤酒 在家喝酒没出去 现在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了 当时啊 就是主观上来说 感觉从情理上来说 妻子不会纵容 农某犯强奸案的 但这事毕竟百人百姓 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民警呢 第二次把农某 请到了问询室 针对案件的各种问题 对他进行问询 这农某啊 还跟上会一样 不怎么喜欢说话 反正就是一口否认 这案子不是我干的 这事不是我干的 其他的问题呢 就是沉默 也不回答 这时候民警 发现蛛丝马迹了 在几个特定问题 问出来的时候 这农某啊 脑门上出汗 手跟脚呢 明显有小动作 比如问他 你当天晚上 喝的那瓶啤酒 是在哪个店买的呀 什么时间去的呀 哎 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都很紧张 警方啊 迅速就抓住这个突破口 组织人手 对整个乡镇 售卖啤酒的店家 进行调查 所有都查到了啊 甭管大店小店 没有人在案发当晚 卖给他过啤酒 也就是说 农某的妻子 跟他一起说谎了 有了这个突破口 农某一看 赖不过去了 只能承认了 作案经过 案发当天晚上啊 这农某呢 带着作案工具啊 这作案工具还挺齐全 口罩啊 菜刀啊 避孕套啊 都带着了 通过攀爬后墙的方式 进入屋里 对小方实施强奸 并且抢走七百五十块钱 强奸完之后 本来想走 后来再一想 不行 如果他报了警了 认出我来 那就麻烦了 我得灭他的口 这才光光的砍了小方 好多刀 本来想着 肯定把他砍死了 脖子恨不得都快砍断了 他就回家了 着急忙慌 小方到家之后 就威胁他的妻子啊 必须要帮他圆谎 要是你不答应我 我也弄死你 这么着 他的妻子啊 才最终同意 帮助他圆这个谎 至于 这当时小方 为什么说这嫌疑人是平头 没说是一头浓密的中长的头发 其实啊 就还是小方当时说的那问题 当时太紧张了 太害怕了 根本没注意 记忆就产生了错乱 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之前了啊 我们说过一档 《非诚勿扰》节目 呃 女嘉宾的一个案子啊 那么今天呢 咱们来说一个类似的 这也是一个相亲节目 引发的一桩案件 什么节目呢 苏州电视台的全城热恋 大家都知道啊 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 首先是我的老东家 江苏广电总台 出了一档非常火的节目啊 《非诚勿扰》 一下就成为了全国所有综艺节目里面的收视老大 市场表现老大啊 随后呢 呃 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吧 出了很多类似的节目 那么离南京那么近的苏州台 哎 也就赶上了这股热潮 出了一档节目 叫全城热恋 当时在苏州地区啊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啊 其实在这些节目之前呢 相亲的一直是人们比较私密的一个话题啊 可是因为有了这些火热的电视节目 哎呦 大家呀 开始关注相亲这个话题了 在电视上有那么漂亮的舞台啊 那么好听的音乐是吧 尤其每回牵手不成功 可惜不是你陪我扫退后 哎呀 听着就让人肝肠寸断呢 啊 再加上一看那些相亲的男男女女 男的个个高富帅 女的个个白富美 我记得我当时看这类节目啊 我心里都在想 长得这么好看 条件这么好 你真找不着男朋友女朋友吗 你何苦来 你要上电视呢啊 不过呀 大家呢 还真是愿意接受这种新潮的方式 一般的就是两边啊 十几个男嘉宾 十几个女嘉宾 就那么几分钟 十几分钟的接触时间 但是这里面就有很多牵手成功的情侣啊 啊 当时其实也有很多人提出一个问题 在台上这几分钟看对了 演了牵手成功了 那么他们在生活里面真的能过到一起去吗 2011年7月份的一天呢 正在苏州上班的吴小飞 就接到了苏州电视台 全程热恋节目组的电话 邀请他参加两个月之后 节目的现场录制 吴小飞一开始还纳闷呢 哎 苏州电视台找我 录节目 录什么节目啊 想起 哦 我想起来了 哎呦 前些日子呀 自己图好玩 就在这个全程热恋那儿啊 投了报名表 那既然被选上了 自己也没男朋友呢 就凑凑热闹去呗 让吴小飞没想到的是 这么一次无心插柳的举动 还真遇上了一个喜欢的男人 2011年9月份 吴小飞作为女嘉宾 来到了全程热恋节目的录制现场 现场呢 一共是五位男嘉宾 五位女嘉宾 其中啊 有一个男嘉宾 叫陈斌 这小伙子呢 长得文质彬彬的 就引起了吴小飞的注意 陈斌呢 是东南大学苏州研究院的再读研究生 面对电视镜头啊 很腼腆啊 还挺羞涩 正是陈斌的这种文质彬彬 又有点局促的样子 让吴小飞觉得很踏实 很质朴 主持人呢 就播放了陈斌的两段视频 看完视频以后 吴小飞更动心了 哎 这个小伙子啊 这个男嘉宾 哎呦 有才华啊 有出息 那么吴小飞在节目里呢 就问了陈斌一个问题 说你觉得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是什么样子的呢 陈斌非常果断的就回答 我觉得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是可以充分让人信任的 你看人这回答啊 这就是满分回答 对吧 貌似什么都说了 其实好像什么也没说 是吧 信任嘛 这是夫妻 包括恋人在一起的基石啊 这是基础啊 是啊 俩人在一块 你不就得互相信任吗 吴小飞要找的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男人 一心一意对自己好的男人 两个人呢 互相都有好感 在主持人的撮合之下 就牵手成功了 节目结束以后啊 吴小飞和陈斌呢 就迅速进入到了热恋阶段 甚至不到20天就跟双方父母都见了面了 一般情况之下 双方父母一见面 那接下来就是订婚结婚 生孩子呀 是吧 可是 从舞台上下来之后 一切回归到生活的原点 俩人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什么问题啊 吴小飞在苏州吴中月西上班 而陈斌呢 在东南大学读研 俩人呢 离的距离还挺远 这就算是长期的风格两地 这叫异地 对吧 吴小飞啊 就觉得哎呦 这爱情爱的太辛苦了 想约着吃个饭 看个电影啊 那太费劲了 想见面都不容易啊 再者说了 感觉陈斌呢 也没有想象之中的 那么淳朴 过了一个月 吴小飞感觉俩人不合适啊 就跟陈斌提出来分手了 陈斌哪是左求右求 哎呦 小飞呀 我爱你呀 你不能离开我呀 可不管用 最终呢 还是没能留住吴小飞 照理说俩人分手就分了呗 啊 从此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是吧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后会无期了 一开始呢 确实也是按照这个走向走的 那 陈斌和吴小飞分手之后呢 心情很低落 朋友们实在看不过去了 就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可能啊 是怕再次失去爱情啊 失去自己心爱的女人 所以陈斌和女朋友 认识了仅仅一个月 俩人就闪婚了 这比之前跟吴小飞二十天见父母可更快啊 可虽然陈斌已经组成家庭了 但他始终忘不掉吴小飞 吴小飞人长得漂亮啊 只要一有空啊 陈斌呢 还是会给吴小飞打电话 嘘寒问暖 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就是渣男呢 是吧 你都跟人分手了 你都结了婚了 你跟前女友 你一个劲聊草什么呀 吴小飞呢 跟陈斌分手之后啊 他也郁闷 因为身边的朋友 都看过全城热恋的节目 所以每回一见吴小飞也都问他 哎 小飞啊 你那研究生男朋友 怎么没来接你下班啊 吴小飞呢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每回都是笑笑就得了 也不回应 2001年10月份 家人在知道吴小飞和陈斌分手之后 就开始张罗着给吴小飞相亲 吴小飞呢 也没有拒绝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吴小飞跟对方的那个男孩子约好了 就到了一个咖啡馆里边 就相亲去了 一般年轻的男男女女是吧 相亲都愿意找个什么咖啡屋啊 是吧 什么书吧呀 哎 这种显得有点小资情调的地方啊 你要跟咱平时跟好朋友吃饭啊 大排档撸个串子 那在那种环境下相亲不合适 吴小飞来相亲之前呢 还是满怀憧憬 哎呀 我这 哎呀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男孩子呢 会不会长得高高帅帅的呢 可到了咖啡馆一见着这个男孩子 哎呦 顿时就没兴趣了 这颗心呢 那是蜡凉蜡凉的 这小伙子呢 其实人家挺好 但是啊 身材呢 是瘦瘦小小 个子长得不高 跟吴小飞啊 差不多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精明劲 用我们老家话来说 这人呢 长得精神 那 可是和陈彬比 那就差了不少啊 尤其是在这个颜值上面 吴小飞啊 当时脸色就有点不太好看了 咱刚提到了 这小伙子人很精明啊 人自然而然就察觉到 吴小飞的这种失望的情绪了 所以这个男孩子呢 就跟吴小飞说 哎 你是不是参加过 全程热恋的那个吴小飞啊 嗯 之前参加过 嗯 我记得你好像牵手成功了吧 你怎么还出来相亲呢 这么快 就跟别人分手了 吴小飞一听这叫什么话呀 这太不尊重人了吧 会不会聊天啊 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 可是你上来就跟人发脾气 那也不合适啊 忍住了自己的这种情绪就说 嗨 不合适就分了呗 哟 那你对待感情也太草率了吧 请问 你是不是来相亲的 你要觉得我不合适 你可以走啊 吴小飞 我知道你没看上我 我实话告诉你 就你这种喜欢逢场做戏的女人 我也看不上 说完了 这个男的一起身走了 说实话啊 是太没身世风度了 吴小飞气坏了 这这什么男人呢 这是啊 回到家 吴小飞忍不住啊 就跟妈妈发脾气 妈 你给我介绍的什么人呢 居然说我是个随便的女人 下次我再也不相亲了 他妈妈听了也生气了 小飞啊 你这孩子也是 你当初去参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热恋干什么呀 啊 搞的亲戚朋友 都认为你对待感情不认真 谁还愿意跟你谈朋友啊 吴小飞把包一扔 没人愿意谈 我就不谈了 随后就跑回自己房间了 不过在这之后 妈妈也没放弃 吴小飞呢 也没办法啊 在妈妈的压力之下 又陆续的见过几个男孩子 其中啊 好几个人啊 对吴小飞倒没多大兴趣 但是对吴小飞 为什么分手很感兴趣 摆明了不是来相亲的 这是来八卦的 啊 于是呢 这就让吴小飞更加的烦恼了 当然了 也有人对吴小飞很满意 可是 每回遇到差不多的 他都得拿过来跟陈斌做做对比 这一对比 那更是大失所望 吴小飞 再看看手机里边 陈斌没事就嘘寒问暖 心里边啊 就又有了那种暗流涌动了 吴小飞就想 可能我当时的决定真是错的 陈斌挺好的 也不知道陈斌 现在有没有女朋友了 吴小飞呢 就忍不住给陈斌打了个电话 从那以后 那是电话 短信就不带停的 可陈斌结婚了呀 陈斌的妻子呢 叫小雅 小雅无意之中啊 就看到了陈斌给吴小飞的信息 字里行间的那都是对吴小飞的关心啊 小雅他看了能不生气吗 结了婚了啊 你对另外一个女人那么上心 更何况那个女人还是你的前女友 全苏州的老百姓都知道你们的关系 你怎么还是这样啊 那咱这日子过得了过不了了呀 于是他就跟陈斌大吵了一架 可是陈斌呢 就跟没事人似的 他无所谓的说 你也知道 他是我前女友 作为原来的女朋友 我关心他一下 这很正常吧 我跟他又没真的怎么样 这话说的啊 拿着扎中的极品呢 是吧 小雅呀 恨透了都 这是什么 这是脚踩两只船呢 当天拖着行李箱 就回了娘家了 就在小雅回娘家之后 没几天 吴小飞的电话来了 吴小飞的声音呢 轻松活泼 那这就感染了陈斌 本来陈斌最近一阵烦透了 这一接电话 糟糕的心情 那是一扫而空啊 电话里边啊 吴小飞扭扭捏捏 过了半天 这才问陈斌 那个 你有女朋友了没有啊 陈斌也琢磨了半天 我说是有呢 还说是没有呢 我真没有女朋友 因为我光有媳妇啊 我结婚了也是吧 可我要跟他说我结婚了 以后不就联系不了了吗 琢磨了半天 他说 哎呀 小飞 当然没有了 我这不等你呢吗 吴小飞一听可就乐了 陈斌 那我就成全你吧 陈斌当时都愣住了 他没想到吴小飞 居然愿意再次做自己的女朋友 一阵欣喜若狂 可是之后冷静一想 不行啊 我有媳妇啊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妻子啊 纠结了半天 陈斌呢 还是做出决定了 哎呀 我又舍不下我的妻子 我又舍不下我的小飞 怎么办 瞒着我的媳妇跟小飞交往啊 因为对妻子有愧 所以陈斌呢 从那以后对小雅呀 特别的好 并且还跟小雅承诺了 说我以后再也不跟吴小飞联系了 小雅呢 确实也就原谅他了 他还答应陈斌 说以前的事啊 我也不会再提了 2012年8月份 陈斌成功考取了硕士学位 并且应聘到了一家研究所工作 工作呢 确实不错 同时陈斌又说服妻子 搬到了苏州相城区居住 为什么呀 因为这儿离吴小飞当时的住处 还算挺近的 在那之后啊 陈斌就经常跟小雅说 要加班 要出差 那么他去干嘛了呢 就是开车去看吴小飞 而吴小飞呢 也让陈斌呢 懵的那是七婚八素的啊 他也不知道陈斌早结了婚了 他甚至还开始计划要和陈斌结婚 正因为吴小飞想跟陈斌结婚 后面一连串的麻烦事可就来了 正因为如此 这才有了最终的悲剧 那么后续到底怎么回事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陈斌呢 一方面呢 瞒着自渴的妻子啊 没事啊 去吴小飞那啊 可是跟媳妇说呢 我加班 我出差啊 另一方面呢 跟吴小飞这边是逆逆呼呼 吴小飞啊 也下定决心 我得跟陈斌结婚 2013年元旦 吴小飞把陈斌带回家了 虽然有之前的小插曲 吴小飞的父母也知道他们当时怎么回事 但是啊 对陈斌呢 还算满意 看着一切都挺顺利 吴小飞很开心 他就跟陈斌说 亲爱的 我的父母你见过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让我见家长啊 哎呦 这一说呀 陈斌就感觉这心里边啊 跟扎了一万八千根刺似的啊 他最担心的就是吴小飞见他父母 没想到这么快 问题就来了 啊 那什么 我回去跟他们说一下 就这几天 保准让你见到公公婆婆啊 吴小飞一听 那这心里边都乐开了 花了 转眼 半个月就过去了 吴小飞见家长这事啊 陈斌压根就不再提了 吴小飞沉不住气了 后来又问陈斌 亲爱的 你父母是不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啊 哎呦 小飞 怎么会呢 他们呢 当然同意了 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那你为什么不安排我们见面呢 哎呦 宝贝 我奶奶前两天去世了 现在提我们的事不太合适 哎呦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还以为 哎呀算了 我们过两天再说吧 陈斌哪 这时候松了一口气 哎呦 总算是蒙混过关了 可是这之后 该怎么圆谎呢 这回说奶奶死了 下回说爷爷死了 再加上姥姥姥爷一共就四个人呐 啊 不够用的呀 所以你看陈斌这种人啊 无耻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欺骗别人的感情 甚至还拿自己的直系亲属来开玩笑啊 啊 来为他的谎言买单呢 2013年2月份 吴小飞又一次提出来要见家长 陈斌哪 支支吾吾 最后憋出来一句话 宝贝 现在不方便 我父母在出差呢 吴小飞当时是打电话跟他说的 听完之后把电话挂了 心里边也嘀咕 这陈斌哪 肯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要不然怎么总不让我见他父母呢 到底是为什么呢 吴小飞确实很天真 想破脑袋也没想明白怎么回事 2013年2月底的时候 吴小飞故意没打陈斌的手机 而是拨通了陈斌办公室的电话 接电话的呀 是陈斌的同事 吴小飞直截了当的就说 陈斌呢 我是他女朋友 麻烦让陈斌接个电话 陈斌同事当时一愣 也没多想 顺嘴就说了 不对啊 陈斌早结婚了 小姐 你打错了吧 吴小飞赶紧确认一遍号码 又紧接着问 你们公司是不是某某研究院呢 啊 你们有几个人叫陈斌呢 对对对 你说的这是我们单位 可我们单位就只有一个叫陈斌的呀 他早结婚了呀 这一句话一听 吴小飞就像五雷轰顶似的呀 他明白过来了 惊慌失措的挂断电话 立刻拨通了陈斌的手机 吴小飞是步步紧逼 陈斌最终也说出实话了 他呀痛苦的跟吴小飞说 宝贝 我不是故意欺骗你的 我真的爱你 我跟你分手之后 日子很不好过 正好那段时间 朋友看我状态不好 就给我介绍了小雅 我想着再也得不到你了 再也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我也就和他结婚了 但我心里真正爱的人是你啊 你应该知道啊 我结婚之后 还一直给你嘘寒问暖的呀 吴小飞气的呀 在那一个劲的锤打着陈斌 直到自己筋疲力尽 陈斌 我当初选你 就是因为你说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可是我没想到 你居然是个大骗子 宝贝 对不起 真对不起 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才瞒着你 我怕你知道我结婚了就不理我了 我要知道你结过婚 我绝对不会再找你的 你走吧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了 陈斌呢 还想着说什么 可在一看吴小飞一副决绝的样子 他也不敢再吱声了 得了吧 后边看情况再说吧 也就离开了 此时的吴小飞呀 对陈斌那是又爱又恨 当时不该脑子一热 就听陈斌的一面之词 就信他是个值得信任的男人 他想分手 可现在爱这个男人爱的太深了 更何况现在家里亲戚朋友全都知道自己要跟当时电视上和自己牵手的男人结婚了啊 当时大伙都知道牵手成功了 后来大伙都知道又分手了 现在大家又都知道你们俩要结婚了 最后你又来个分手了啊 人们会怎么看自己啊 虽然陈斌骗了自己 但吴小飞相信陈斌对自己的爱是真的 他的妻子不过就是填补空虚的替代品 他们之间肯定没感情 所以吴小飞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打消了分手的念头 他呢给陈斌打了个电话 陈斌 要么你跟他离婚和我结婚 要么我们分手 宝贝 我离婚 陈斌虽然嘴上说的痛快要离婚 可心里边啊 在那犹豫不定 自己跟妻子那是有感情的呀 而且妻子呢 对自己确实不错 自己就这么的跟人家离婚了 对人家太不公平了 陈斌呢 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 能把对妻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 能把对吴小飞的伤害降到最低 他就只能一直跟吴小飞打着太极 2013年3月 就在陈斌啊 还在焦头烂额的时候 陈斌的妻子小雅被查出怀孕了 孩子呢 已经快四个月了 陈斌把这个消息啊 就告诉了吴小飞 吴小飞知道以后 那都不是五雷轰顶了啊 那是28雷轰顶是吧 那就青天霹雳啊 陈斌要是有孩子了 那他就不能再跟我在一起了呀 这么长时间 我对他的感情 那都白费了呀 吴小飞彻底绝望了 他气急败坏的摔着东西 对陈斌喊着我们分手 陈斌呢 被吴小飞的样子吓坏了 在那又求吴小飞 小飞 宝贝 求求你别跟我分手 你说你想怎么样 我一定照办 吴小飞也没说话 直接把陈斌就推出去了 陈斌走了之后 吴小飞坐在房间里边 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分手吧 可自己不愿意放弃 真的爱他 这么长时间 习惯在他身边了 不分手吧 人家结婚了 不光结婚了 人家还有孩子了 即使他离婚了 那孩子是他的呀 自己可不想一结婚 就当个后妈呀 除非让他老婆 把孩子打了 第二天 吴小飞刚一下楼 就看见陈斌呢 在那哆哆嗦嗦的 坐在楼下的水泥花坛旁边 吴小飞一看心呐 哗嚓一下子就软了 他走到陈斌面前 陈斌抬起头 这么一看是吴小飞 赶紧站起来 可是啊 坐了一手腿都麻了 差点摔倒在那 吴小飞扶住他 坐到他身边就问他 你昨天晚上没回家吗 没有 你就不怕你老婆问你吗 小飞 我跟他没什么感情 我爱的是你 行了 就算你和他没感情 你们之间还有一个孩子 孩子怎么办呢 陈斌低着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吴小飞这时候站起身来 陈斌 我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你想不想和我在一起 陈斌这时候一看表现的机会来了 使劲点头啊 吴小飞啊又面无表情的说 好的 那你回去 让你老婆把孩子打了 然后你和他离婚 等你离完婚再来找我 你要是做不到 你就别来找我 吴小飞说完 头都不回的就走了 陈斌哪 听着吴小飞打打打打 高跟鞋的脚步声跟机关枪似的 这家伙一枪一枪都是在对着自己的心脏发射呀 心里直疼啊 直发慌啊 陈斌回家之后 又顾忌重演 他不敢跟小雅说实话 就骗小雅 小雅 昨天 那什么研究所有事 家里一宿伴 这刚下班 小雅那也不知道信不信他的啊 反正给他倒了杯热水 也没多问 就回房间休息了 陈斌哪 看着小雅的背影 又想起来吴小飞的话 把你的孩子打了 再来找我 哎呀 陈斌心里不是滋味啊 这是我的亲生骨肉啊 这是我的结发妻子啊 我能这么干吗 能啊 最后在客厅里边 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陈斌 决定狠下心来 把孩子打了 可怎么说服妻子打孩子呢 这说不通啊 这个呀 直说那肯定不行 只有伪装成不小心流产了 陈斌呢 打定主意了 出门就买了一盒打胎药 回到家 冲了一杯热牛奶 把这药啊 就搅到奶里去了 陈斌 颤颤 颤预微微 手端着牛奶 就往房间里边走 小雅呢 正躺在床上呢 这女人呢 一旦怀孕之后啊 那伟大的光辉的母爱啊 可就显现出来了 她呢 温柔的抚摸着 已经微微隆起来的肚子 小声呢 就跟肚子里边的孩子呀 在那说着话呢 陈斌看着眼前的此情此景 心里边的这种情感呢 那是无畏杂陈的 是啊 这肚子里是我陈斌的孩子呀 可能是个贴心的女儿 也可能是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我竟然残忍的想把我的孩子给杀了 我他们太不适合人了呀 想到这儿 陈斌赶紧把牛奶倒了 再也不去想流产的事了 2013年5月份 吴小飞见陈斌迟迟没有回应 彻底死心了 决心和陈斌分手 然而陈斌呢 又不愿意分手 三番五次的找到吴小飞 希望能够复合 可是人吴小飞不理他了 陈斌他不甘心的 我太爱你了 你就这么不理我了 你对不起我呀 他呢 决定吓唬吓唬吴小飞 逼他和好 2013年5月14号晚上 陈斌开车赶到了月西 在吴小飞毕京的停车场那 等了四五个钟头 终于是等到吴小飞了 陈斌立马冲过去 从后面一把抱住吴小飞 捂住了吴小飞的嘴巴 把他就往车子后座上拖 吴小飞 吴小飞一个重心不稳就摔在地上了 给他腿啊 疼得都不行了 吴小飞被拖上车之后 这才发现 这么对待自己的竟然是陈斌 陈斌这时候手里可拿着刀呢 对着吴小飞就说 吴小飞 你要是不跟我在一起 我就杀了你 然后我再自杀 吴小飞看着陈斌呢 这已经是情绪失控了 这人疯了 不敢再刺激他了 只能跟他说 陈斌 我们还是可以成为男女朋友的 只要你离婚 再把孩子打掉 好 我答应你 陈斌看吴小飞态度有松动 又提出来 想和吴小飞 发生性关系 吴小飞拒绝他了 我的腿现在很疼 我实在没心情 你要是不愿意 我就把车开到湖里 我们一起死 吴小飞不敢反抗啊 只能顺从了 俩人完事以后呢 陈斌开车 把吴小飞送回家 吴小飞到家之后 立刻就报警了 2013年5月15号 当地派出所民警 把正在上班的陈斌 捉捕归案 2013年8月28号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检察院 以陈斌犯强奸罪 向吴中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013年10月8号 吴中区人民法院 以强奸罪判处陈斌 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 请不吴中区人民法院